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之下 乘风破浪的姐姐播出了 没错 就是那一档集结了包括宁静在内的30位30家女明星的女团综艺节目 那一档从女明星路透照片开始就疯狂刷屏的节目 那一档好多人给导演组写信送自己喜欢的姐姐参加的节目 那一档大家都十分关心明学是否会复兴的小明历险记 果然第一期的最大看点就是黄晓明 第一期的标题 三十位姐姐姐姐 宁静霸气入场 黄晓明开始历险 突击开播十分钟 芒果TV播放量一千万 开头直接点名了节目的主旨 女人的一生都在面临着自我 年龄和性别的拉扯 三十岁以后 关注你的人好像越来越少 但是你还可以自我见证三十而立 看得出来啊 这档节目呢就是奔着励志和女权去的 网友都调侃 姐姐们除了C位什么都有了 既然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来上这个节目呢 图名气 图金钱 图荣誉 节目组会告诉你一些广告之入 而姐姐们自有话说 不好搞的姐姐 姐姐们录制的时候啊 非常有自已的主见 宁静会询问 摄像现在是不是正经啊 需不需要调整啊 这样与其告诉对方 自己的脸上面是高光 不是油 不需要处理 伊能静面对工作人员说的 膝盖挡一下 他立刻表示 自己是裤子挡不了 并且称 你能配合我一下 别让我配合你们 让我舒服的做 行吗 我要自然一点 一句话呀 姐姐们并不好搞 大气策露的境界单独就可以成为一篇文章了 可以预测他的金句啊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达成很多小编的KPI 比如说宁静一开始就说 还要我介绍我是谁 那我这几十年不是白干了呗 都不知道我是谁 他讲自己对女团的看法呢 就是 女团就是动作越整齐 你越看不到我 这种整齐有什么意义呢 真性情担当张雨琪直接说了 我现在换经济团队了 所以我就决定来了 并且表示 我是一直都很想站在舞台中央的唱歌跳舞C位出道的 甚至直接怼了前经济公司说 我是很有自信的 但是被扼杀在经济团队那一层面了 都没有让我知道有跨界歌王来找过我 不知道她的前合作伙伴杨天真看到节目会作何感想 会不会自己也跃跃欲试呢 凭着张雨琪的暴梗实力啊 感觉是播一期至少少一个热搜的水平 大了热搜这一梯停更了啊 但我没说 人鱼公主钟丽提今年50岁了 还是一副娇娇小女人的样子 和万倩刚见面啊 手就碗伤了 钟丽提问万倩说 你是唱的好还是跳的好呀 万倩说 我都不行 我是演员 钟丽提说 哈哈 我也是一个演员 给万有引力CP给压个宝啊 姐姐里边出道时间最长的一能镜依旧是煽情走心的人设 我可能是这些姐姐里边出专辑最多的人 我出了20多张 那我怎么可能说来玩玩呢 那我就对不起那些买过我的专辑 而且现在还在爱着我的人 有微博小作文那字了啊 钟丽提跟别人打招呼的剧情都是 你认识我老公吗 你不认识我老公 OK 女人之间非常危险的对话那就是关于男人 实力窝口金沙姐姐说 导演组给她的人设是 专可爱 喜欢姐姐的大实话 张萌姐姐 老板娘就是不一样啊 坐姿 吃喝 聊天 姐姐舒服最重要 表情管理和肢体管理是什么呀 姐姐不care 当然了 姐姐再不好搞也都是姑娘们 有我们普通人的爱好 比如说 吓破胆的黄小明 众所周知啊 乘风扩浪的姐姐又名 小明历险记 这次的黄小明变了 从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一下子变成了 我就是来伺候大家的 节目是2点1开播 屋里成团见证人黄小明就开始在微博 我再也吆喝了 30位姐姐一人一条定制祝福小海报 连发布顺序都严格按照姐姐们的 首字母排序来的 小心翼翼东透露出了一丝心酸啊 只是这一海报怎么看怎么像 直接拿微信图片编辑功能给做的 再品一品黄小明在节目里挖的求生欲版 而她的处境也很尴尬 讲了梗 大家不买账 黄小明说 嗷里给的时候 没有人理她 她解释完什么意思之后 依然是一片沉默 姐姐们只关心后面的化妆 并不关心啥嗷里给啊什么什么给力嗷 还疯狂的尬夸姐姐 而且都是同款鼓励 生怕一碗水没端瓶喽 虽然黄小明这一次战战兢兢 谨小慎微 可是姐姐们该怼还是怼 黄小明说 我参加过这么多节目 从来都没有这么紧张过 请大家多多关照我 对我好一点 这样黄小明说 不可能 黄小明说 在座出道最长的已经35年了 还说易能静是自己的偶像 易能静说 刚刚说错了 我出道36年了 谢谢 黄小明夸宁静说 你唱歌很好 宁静说 没有你唱的好 哈哈 这一瞬间让人想到了余音绕梁的 Not all 总之啊 就是屡屡碰壁吧 正如这条微博所说的 黄小明在这一档综艺的命运会怎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 希望她一切都好 注意身体 将来出一本 如何与三十位姐姐对话的说话之道 她们到底行不行 相信这是所有第一时间冲过去看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观众的心声 是很美 女明星又多 会有很多话题 但是这可是女团选秀 必拼唱跳 她们到底行不行呢 第一集告诉我们 她们行不行不一定 但是她们这一次是来真的 自己精心准备演出服装 对自己的造型要求严格 张雨琪化妆怼化妆师 哎 你跟我商量了没 我像不像送午后 你这太像八十年代卡拉OK了好吗 一把推开了化妆师 黄胜一样甚至是穿了婚纱 并且说勒得要命 她们依然想证明自己 白冰说 很多人以为我就是一个在家养尊 储优的夫太太 在家带孩子不工作 其实不是的 几年前我和先生选择分开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都有在拍戏 但是为什么大家看不到我呢 每个人都很有战斗运 也坦承自己的野心 C位谁不想要呢 姐姐很努力 赛制很坑爹 第一次表演不彩排 直接上 谁想先上谁就上 并且会由包括杜华在内的三位制作人决定 去哪个组 而且还会有个分数 面对现场打分 姐姐们的内心是复杂的 阿朵说 我已经很多年没被打分了 离开歌坛的时候 我是给别人打分的 现在40岁了 要被别人打分 这种感觉好酸 宁静说 我以前真的要发火的 我现在没有了 因为我签了合约 我觉得好幼稚啊 我还是长大吧 反正 但是没办法呀 来都来了 连杜华都不做妖夸姐姐们 姐姐们是自己硬着头皮也得上了 曾松林 五彩排的情况之下 第一个上台表演 姐姐们看到精彩表演也会高喊 女王好稳哦 这一点似乎和女团妹妹们差不多 叮当评价 陈松林说 很有大将之风 袁永玲上台之后 黄胜一担心他俩都是表演钢琴壮了 袁永玲是专业的 于是问在旁边 闭目养神的宁静姐姐说 自己是什么 宁静说 你就是你啊 不得不说 静姐有点东西啊 扁平的时候 各位导师也十分的客气 黄胜一说自己很紧张 谈的部分是先学的 小明哥马上就接了说 因为你是艺人嘛 在大家心里面 你还是演员的标准 然而呢 姐姐不这么想 姐姐觉得就要很能唱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看 黄小明是好心 姐姐们则是更加的专心 既然来了 咱们就来真的呗 节目播出之前 很多人想看的是 女明星扯头发大战 互相抢镜头 但是播出之后 给到大家的第一反应却是 姐姐们都好可爱啊 以及黄小明好惨啊 他们很真实 有什么话都肯说 这可能就是出处忙碌的练习生 没有条件做到的 他们很勇敢 有了名气有了家庭 再来唱跳所承担的压力 是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无法体会的 他们很较真 不仅比美 而且比酷 不仅比专业 还要比境界 这大约呢 是只想爆红的艺人忽略的的 当然了 具体他们有什么花交呢 并且会不会有扯头发 扯头发大战 都要往后看 第一期节目播出了 虽然姐姐们的实力 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但是排行榜出来了 你Pink的姐姐是谁呢 追女团 我能够忍住不动 但是到了姐姐这里啊 我必须就得去助力新光值了 期待姐姐们 这个月的风破浪 以及小明啊 保重吧 因为这个节目真的是牺牲了太多了 希望下一期的你 还能够让我们这么快乐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啊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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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